秋冬季节即将来到 正是流行性感冒耗发时期 而10月1号是流感疫苗开打的第一天 为了减少感染流行性感冒发生 以及感染之后所造成的重症或是死亡率 因此呼吁符合公费接种对象的民众 配合开打时程能够尽快地接种 以利流感流行期间所面临的相关状况 也让自己能够获得完整的保护力 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花莲县卫生局局长朱家强 先议员吴东升 花莲县议会刘宋斌秘书 疾病管制署东区管制中心主任 陈新辉医师 县府一级主管等 以及在第一阶段符合施打的对象各代表 在花莲县卫生局大门口举办公费流感疫苗 开打记者会 活动当天13乡镇市卫生所也同步启动 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现在疫情很严重 看到是说的没有关系很严重 人家有也不知道 我们在他身边也不知道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强表示 秋冬正是流行性感冒 好发的季节 勤洗手戴口罩施打疫苗 是最有效防范流行性感冒的不二法门 大家都认为 今年是一个流感会疫情爆发的一年 因此来施打流感疫苗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尤其现在新冠病毒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新冠病毒的疫情还是在如火如荼的进展中 所以我想今年的冬天甚至明年的春天 流感跟新冠两个病毒合集之下 我想我们的身体是会承担很大的压力 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真的健康平安 其实施打流感疫苗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今年疾病管制署采购公费流感疫苗 中央配发花莲县共9万剂使用 花莲县政府教育处 另外自购1600剂 提供全县公司力高中值以下教职员施打 以维护学校安全 想要详细了解第一阶段施打的对象 可自花莲县卫生局的官网 符合条件的民众 请携带身份证以及健保卡 到花莲县52间流感疫苗合约院所 以及13乡镇市卫生所预约施打 对抗流感守护健康 接种疫苗最实在 记者凌桀花莲市采访报道